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很多 当时开店的熟客都会担心 没有这家店之后 没有这么便宜的食物 没有这么个人的海鲜烧虾加粉 幸好7月29日 这家店对我宣布 我又来了 我又出现了 今天我们马上来试试这家 肉火重生 说得很夸张 美荣粉店 以前就在两星酒店下面 这个位置 已经很虚陷了 但是现在没有浓虾 没有人 店铺沙落着炸 你们是不是去找他 是啊 在前面 是搬过来吗 之前不是在对面 现在在那里搬早了 是搬过来 我也很久没有回来 我之前一直在这里吃 我不好吃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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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来 发觉其实是在这里 没有变过的 一样都是这样 拿到那里搬面 外面卖海鲜 原本 没有8分半袋 1-8 10个 拿半袋 拿半袋 不然就是小蜂蜂 好 好 好 就是8分半袋 想问一下海鲜是什么时候入过的 海鲜是早上4点多 5点 到半袋 我们自己吃海鲜 剩下来都自己拿回来都可以 如果去拿货没有这么便宜 我们自己吃 粉面有什么招牌 海鲜粉 豬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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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说得来 粥粉面饭的店铺有很多 海鲜烤烤的店铺也有不少 但是 两者搭配在一起 好像只有这一家 这一路都没见过 海鲜烤烤的店铺 我等了大半年才开门 但是在大众店铺的信息 看他们什么时候开门 就立即过来吃 为什么这么粉丝 首先它值得吃 然后肉很多 出版本 但三个不是那么多 三个 我觉得粉业有点音乐 粉业有点音乐 我吃食菜 我吃食菜 粉业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 风湿粉 粉业门口做海鲜烤 这个我没见过 好笑 第一次就是这家 好像只有这家 有没有换人 不过主粉的老板 不是之前的老板 我还熟了 也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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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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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是老板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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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丧丝片 不客气 不客气 现在半年了 再来回这家 看到整个环境 全部都改变了 之前在那边 露天 那次吃也是 现在变了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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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永远是这么大盒 20多元 你看看 这么大盒 我整个头可以放进去 你见不见到 我刚才知道小鲜姐姐说 粉硬身 但这些叫爽口 一条一条 最好 最好 这种粉 至少浸了超过半个小鲜 但吃了口 依然是爽口 猪杂在当中 老实说 没有预期中鲜甜的味道 你和沙湾猪杂猪 是没得比的 但猪杂猪杂猪 你做了老爸 儿子也有这么大 这么大 你也很开心 剩下我一个 在这里继续 拼龙虾 你没有龙虾吃的 陈珍 这个好吃 看我口感很漂亮 是筋肉龙虾 很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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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很质 很质 因为这里的豉口 自己是做海鲜批发的 所以是 卖不完 拿过来 很质 不是开玩笑 虾 很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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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8,72.4 是这样的 所以比较重 我可以理解 用来送酒 乾杯 这个粉很奇怪 从来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我才吃 但它不会浸泡 以前的粉浸泡 因为它很爽 好吃吗 最后的粉肯定好吃 因为每次都是 拍完后我才吃 所以它不会浸泡 肯定好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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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 一年多 我再一次过来 吃 出品方面 没有太大变化 分量很足 用海鲜为主 烧烤 同样的 都是相对 喝啤酒 吃烧烤的人 同样的价钱 都是低廉的 这餐饭吃了 277元 加上啤酒 其他烧烤的东西 很开心 可以看到这些旧店铺 依然在这里 希望 这次疫情快点过去 希望那些 一直在不住的店铺 可以再坚持一会 这样我们的餐饮业 才能够好 我们才能够好食物 最后请记得姚太七 是全世界的人